大家好 我是Peter 首先多謝Sony Hong Kong 因為這一部機FS700 其實他們都只可以留在香港一天 我們有機會可以做一個很短的評論 首先多謝Sony Hong Kong 我們看看這部 這部就是FS700 你可以這樣說 可以是FS100的升級版 當然它的尺寸也大了 而且它多了很多比較弱的功能 同一時間你都會發覺 它有些東西是 大家可能在先前在FS100 可能發覺有問題 它們也做了一些改變 例如第一件事就是掌握 很多人覺得FS100的掌握好像不太實正 現在它整個就給了一個金屬掌握 同一時間用了兩顆螺絲 現在整件事就非常實正 除了之外 它現在有了ND 下了ND 變成你真的有一個Find filter 去做一個減光 同一時間 你看到在它的掌握 它也做了一個改變 因為你看到它的樣子 比起先前的FS100的掌握 其實相對來說是會窄一點 窄身一點 以及會輕一點 原因可能是因為它的FS700比較重 所以它想盡量將掌握的手位 盡量貼近鏡頭 所以變成它將掌握盡量做細一點 亦多了Iris Pro 和 Extended Focus這兩個掌握 變成它相對來說操控性大一點 它亦都好像FS100一樣 它本身的角度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看到它因為XLR的Input 也改了一個位置 以及很多人都很希望有的 就是SDI 現在這刻它支援到3G SDI 亦都是HD SDI 暫時這部機器它的效率是去到2K 但是這部機器本身的chips 其實已經可以支援到4K 但是應該可能會在2013年 Sony會出一個Firmware 可以支援4K這個功能 當然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Slow Motion 如果你在PAL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在說50的情況 它可以錄到50 100 200 400 和最快800 如果你在VHD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錄到100 和200 你見到其實很簡單 你在這裡見到有個SQ的按鈕 按了之後 你按一次就是50 按兩次 就可以調整Firm Speed 100 200 400 等等 我們會有些 相片影片 看一看它們的Slow Motion 出來的效果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些 FS700的資料的話 你可以去到我們ANX的網站 去到我們ANX的網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